真的難能可貴啦 游盈隆老師的民調當中的 民眾黨的政黨制度 首度看到嚇我啊 要不然過去都只有 每次都在爬升 每次都在爬升 這個要恭喜一下 國民黨的侯友宜啦 林桃分析一下啦 國民黨是不是真的 已經站穩腳步了啦 那站穩腳步 國民黨的政黨制度 能不能夠轉化成 侯友宜的支持力道咧 是 司機姐 我剛才看到李正浩跳舞 我這個禮拜一啊 整個就醒過來了 要不要再跳一次 心情好了哈 你應該再多跳一下 那個Queen Carson 那基本上我覺得 柯文哲他為什麼 這一個跳舞的部分會這麼 因為我說真的 因為這等一下會講說 到底為什麼國民黨 基本盤回來嘛 那現在看起來 過去民眾黨也好多人 在罵這個民進黨 在這個四大公投的時候 就很多的這種舞群嘛 所以你等於說 今天過去在罵別人 你今天是換作 你自己要來承擔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過去仇女的風波 才吵了一兩個月 然後你芳心未安 你現在又要天油加 你要火上加油 那基本上把你的火燒起來 再搭配我 我非常認同 剛才李正浩講的柯粉 因為現在柯粉出征 實在是好 就是各種語詞 都沒有什麼邏輯啦 他就是要洗你板啦 然後就直接潑你 一言不合就出征 而且這樣子的柯粉 我認為其實會造成 柯粉者很大的傷害 為什麼我要講這一段呢 原因是因為目前看起來 就是在野大聯盟的 彼此的死消彼長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 侯友宜或是說 我們國民黨的民調 往上提 某種程度也彰顯什麼 某種彰顯是你 柯粉者也在掉嘛 你掉的速度很快嘛 那在這個過程中 郭台銘董事長 目前的民調看起來 也是往下滑 因為你的政治 多於你的政策 所以基本上 對 林涛整個 眉飛涉舞了起來 沒有 所以你就看到 對 沒有 這個 禮拜一樣 精神要好一點 對 柯粉者下滑 郭台銘下滑 所以侯友宜就往上來嘛 哇 讚啦 那其實這跟我們 由一農老師做的這一份 跟EDtoday做的民調 跟我們內部做的 民調趨勢是一致的 因為我們在 我們內部民調講出來 文鄉一下啦 我們內部民調 有兩個部分啦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黨內的這個黨的支持度 加候選區域 立委候選人的是一份啦 另外一個是總統候選人啦 數字啦 數字啦 第二份我沒看啦 但是第一份 我有稍微看一下啦 講一下 講一下 目前看起來 國民黨在很多區域喔 國民黨的支持度 是回到25到30 這是事實 不管是你在 很多桃園的區域 或是在台北很多的區域 國民黨都回來了 那現在的下一個課題來了 好 國民黨回來了 那侯友宜能不能 跟著國民黨 一起回來嘛 這是一個重點嘛 所以這時候就有兩個選擇 你提政策 把這個郭台銘 或柯文哲 這些知識的選票拉回來 這是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 就直接對內先 這個兼臂親也 目前看起來 侯伴的操盤手 是採用兼臂親也 我怎麼說 其實今天早上 在這個板橋 他發佈了一個叫做 關公兄弟的影片 等一下我們會看 等一下會看 那我先劇透一點好了 這個關公兄弟裡面 講得縱然諾 那侯伴出來講說 我們這個影片 當然沒有針對任何人 因為這幾天是 關聖帝君的聖誕 那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關聖帝君的聖誕 當然最近大家可以 多去參拜 那有沒有見止 我拜很多 拜很多 我們跑行程都狂拜 那重點有沒有 見止郭台銘 一定有嘛 因為郭台銘 從美國回來 就要開始連署了 連署小信 所以他基本上 覺得就是說 再怎麼樣contain 他也contain不住了 那就正面迎戰吧 所以目前看起來 是直接 見止郭台銘董事長 因為他回來 你沒有在這時候 先踩踩他的誠信 所以裡面這影片 第一句就寫 我縱攔弱 縱攔弱就是在 酸郭董事長 過去5月17號的臉書 原本說要支持 這個侯市長 可是沒有嘛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認為 這個整個的策略 就是載鏈兼幣親眼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一件事情 縱使柯文哲在降 侯友宜在降 那個郭台銘在降 可是侯友宜出來 他不可能是 過去是打小七 現在不可能是 見止郭台銘 他也要有自己 很多政策的厚度 你說真的 郭台銘董事長 最近去看那個國防部長 去看那個棒球 嘿嘿 他提出了七大 體育政策 我必須要很持平的降 那是有厚度的政策 哎唷 我聽說後面是 部長級的人 人在幫郭董事長抄刀這些政策啦 那侯友宜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好的地方我們要學習 你要堅閉親眼也沒問題 你要警告小七 小七現在也很收斂 那可是重點是 我們下一步的政策 要走向哪裡 我覺得這才是侯友宜 進一步的能夠在四大 過去金老師不是四大主張嗎 已經把基本盤回來了 可是這基本盤 某種程度要到國民黨的基本盤 我認為還有一段距離 哎我想請易善短評一下啦 就是說看起來民眾黨的確 而且滑落幅度蠻大的 5%欸 那我剛剛也覺得說 他們就是在同溫層裡面自嗨 哦好嗨喔 我們好熱情喔 我們好凝聚喔 可是完全沒有擴散 你判斷這樣子的狀況 民眾黨還有沒有機會回升 我覺得民眾黨 柯文哲的所謂的天花板已經出現了 他每週辦一次活動 每週五指加速的 每週以3%的速度往下跌嘛 重點是他跌的這個民調 到底跑到哪裡去 是跑到不表態呢 還是跑到所謂的侯友宜身上 看起來 因為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份民調是七月份的民調 它是所謂的跟六月份 最大的差別是 他問法不一樣 所以大黨的所謂的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 會比較高 那現在問題 即使國民黨現在有 二十幾%的支持度 國民黨的支持者 有20%左右 都會跑到柯文哲那邊去嘛 所以柯文哲的選票往下掉 看起來是年輕選票往下掉 而不是國民黨的選票往下掉 這個還是侯友宜最大的問題 當然侯友宜現在拍一支廣告 講關公 他不斷的強調關公成信 但是我要講關公 還有一個東西 民間信仰關公 最重要叫武財神 所以郭董這支關公 是真的關刀 侯友宜那支只是金小刀 所以還是有差異的 最後郭董出來 到最後侯友宜的民調 到底是不是會往上升 大家還要打一個問號 小刀能不能夠力戰關刀 哇 光大小就差很多